今天跟大家分享有关两个高级医生的高卖案 即是医管局的两个高层 他们两个是两夫妻 她被控在2022年4月23日 在黄堡一间超级市场偷摄一个西瓜、一个蜜瓜 两包布丁、两包蓝莓、两包刺身、一包寿司和一包鸡 总值1632.8 他们被控一项店铺盗窃 即是偷摄罪 他们两个都否认控罪 在上星期已经审结了 审结了很久 当然高度关注 因为医管局的高层 他们最后被判罚款5000元 有网友问我是否判罚过轻 我在留言区已经即时回答了 本来我认为回答了就算了 我就不会录片去说 不过想想想想 好像这宗案都可以分享一下 因为始终高度被关注的案 如果分享的话 效力会大一点 即以我的角度 我是希望透过这些案件 来和大家分享一些法律知识 如果宗案越受关注 大家的兴趣就越大 越大我说出来的时候 分享有关系法律知识的时候 大家会加为有益处 或者吸收较多 当然也要讲求趣味 大家既然有关注 趣味可能会够大 但也有副作用 对于涉案人 其实也加大了压力 不过不要紧 他们现在已经这么受关注 高度关注 多我一个不多 而且我是会员片 而且我听众也不多 主要我听众也不多 所以也无所谓 好了 我主要想讨论几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究竟判罚是否过轻 另外 他们是断正的 有CCTV去做证 而且在警署是认罪的 认罪了自己是真的偷的 所以就无可争议 为何最后还可以在庭上争议 究竟那个争议点又是什么 另外在整个审讯过程里面 其实之前曾经是押后过的审讯 押后审讯的原因就是 他是想寻求律政司 一个刑事检控以外的方法去处理这件事 当时有很多舆论都觉得 不是吧 你又想用自己是高级医生的势力 想左右司法 当时也有些舆论的争议 为什么当时会有这样的情况呢 为什么他会申请押后 然后希望寻求律政司在刑事检控以外的方法去处理呢 当时的确是有一个争议 我现在也想探讨一下 究竟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呢 好了 那整件事是怎样呢 整件事 其实很简单的一件事 就是根据双方同意的案情 双方同意的案情就是说 他们当时在那间消息市场 就拿了差不多30件货品 但是最后呢 他们想去自助的收钱机 就是在门口有些机 自己会申请的 在那部机那里 就只是申请了23件货品 那就是说 有若干 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些货品 就没有申请到机 而且你会发现 要付钱的货品是六百多元 他没有付钱的货品是一千六元 所以就很明显 他是专专偷一些贵价的货品 而付钱是比平价的 就是如目混珠 你见我好像在购钱 但事实上 一些贵的货品我就偷了去 而且是两个公婆一起行事 两个呢 从报道电视上看到 他们两个一起购买机 一起有商有粮 所以根据控方的说法就是 应该是两个人有默契地去偷舌的 那怎样举证呢 主要举证就是两样东西 一个就是三样 三个举证 第一就是闭号电视 当时拍到他们整个过程 另外就是警署作工的录影会面作工 第三就是便衣保安 原来那间私下市场 有个便衣保安看着他们购买机 所以看着他举证机的保安 就一直看着整个法案的过程 所以就上庭作工 我们看看这个保安怎么说 这个保安就说 那里总共有三十四部自助付款机 那么多 顾客就是将货物去举证 然后举一声响的 他就根据有没有咚一声响来判断究竟 那个顾客那件货品有没有付钱 应该有两样东西 第一就是咚一声 应该是咚一声 咚一声 另外就是会闪一下 他就知道那件货物 他就有付钱了 当日三点四十日分 他就在那个自助付款区的巡逻 就发现这两名被告 就推着车走过来 走到第十七号的付款机那里付款 那两个人就有很多东西 他看到那里有很多东西 所以特别观察他们 所以他发现那些东西都是贵价的东西 所以他就看多两眼 即不是特别注意他 也不是因为他们是什么高层 或者是名人 所以特别注意他 纯粹是因为他看到他买的东西是特别贵 而且特别多 所以就看多他两眼 接着他就发现 有部份货品 即是他在付钱的时候 有些货品是没有去刀机的 即是没有去放在条马 那个送描器的刀机 就包括海胆 还有刚才说了海胆 包括海胆、西瓜、蜜瓜 即是刚才那些东西 他就私遥他应该是想偷东西 他就没有立刻拉他 即是如果你当场拉他 他就去查一下刀 没有装没有装 他就等他走了 走了之后 跟着他去B2停的场 即是地库停的场 才表明身份 然后说这些东西未付钱 跟我上去保安室 一起谈谈 然后带了他去保安室 当时他两个就说 不是我付钱 就给了单据看来 是有付钱的 好了 回到保安室 他就发现 即是对了单据 对他的袋里面的物品 单据他就发现 有10件货品是没有付钱的 所以就向经理 店铺经理交代事件 经理就报警 上到庭 怎样呢 因为有录影会面作工 录影会面作工 他就说 两个人在录影会面作工的时候 都说是偷来自己吃的 他认了是偷的 好 既然是这样 有CCTV做证 拍到整个过程 有保安看着整个过程 另外保安说的东西 似乎跟CCTV的影像是吻合 另外他上到警署的时候 他又认了罪 认了自己偷 那还可以有什么争议呢 原来有两点争议 第一点就是 在录影会面作工的时候 他说 其实警员误导了我们 警员跟我们说 现在又有正有句 拍到的 拍到你没有付钱 走到地府 这样 无论是有心还是没有心 都是偷的 OK 如果是我的频道 长期听众会知道 这句话是不对的 因为如果是有心就是偷 如果是没有心就是偷 因为有心太元素 偷窃是要有心做的 那件事才是偷窃的 所以两名被告就说 当时的警员 其实是误导了他 在误导了他之后 他作出的口供 其实是错的 是假的 例如他说 我们偷来自己吃 其实是由警员误导我们 这样说 然后我们就确认 其实这不是我们真正的意思 如果他不是误导的话 我们不会说是自己偷来自己吃 所以第一样 他就认为 其实警员对他们作出误导 所以他的作工 录影会面作工 不应该放上行 这个是第一点 第二点 他就说 是 没错 我真的有些货品 是没有掃描的 没有掃描机 但我的意图 不是真的想这样的 我根本是忘记了 去掃描 我当时 因为太烦恼 我工作压力太大 因为疫情问题 工作压力太大 而且前一晚 他的小孩在杭州读书 从他的小孩的口中得知 附近的学校都遭受封控 你知道内地的封控是很严厉的 他很担心当时的疫情是恶化 心里面是深刻 怕女儿如果身体有什么不适 或者病了 是没有办法去看医生 你知道内地是不让人看医生的 封控问题而引致 未必可以去看医生 所以就引起这个医生很担心 如果他的小孩因为身体其他疾病 而没有去看医生 因为封控问题而引致 他出了一个大问题 所以 这个医生就说自己很担心 当时心不在焉 有些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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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他老婆说 其实之前买的 多数都是他妈妈帮他买的 他很少用自动收换机 所以引致他不太适用 他很论盡 整件事好像很乱 有些刮 有些刮 大家都搞乱了 所以 其实他不是有心 不刮 这个机 好了 这就是他的辩解 就是两点 第一点就是 警员误到他 告诉他 只要是偷就是偷 不理有心 你无心 所以他以为自己 既然我真的没有刮到 所以就是偷 既然你问我 那偷要做什麽 我就去吃 我本来是想买来吃的 我只是忘记了刮 警员告诉我这种叫偷 所以我就说是偷来吃 他还说 既然我们两个的说法差不多 大家都说偷来吃 是因为警员 误到我们这麽说 另外就是说 其实他只是忘记了 因为心不在言 两个人都因为 那个小孩在内地读书 而且受封控 而引致很担心 她的身体有事的时候 不可以看医生 好了 那裁判官又怎样看呢 他就说 我看《闭路》电视的片段 看到你们不是很担心的 你们一路走的时候 又翘着她的手 而且男方又会有空 扫下她的头 很温馨的 你们不像是担心的 当然辩方就说 是担心的 所以就是扫下她的头 即是不用担心的 即是类似的 总之 裁判官就说 不太相信 我觉得这个镜头显示 其实是似乎 你们不像在担心的 而且 刚好便宜的东西 便买 贵的便不买 便不担心 很明显 两个人是选择性地 担心的购物 即是贵的便买 贵的便不买 便宜的便买 应该两个人是有默契的 是一个不诚实的意图 一同行事 清楚知道对方的行为和目的 所以判她两个人罪成 判罚五千元 整件事是这样 大家知道原来的争议点就是这个 其实 差不多所有高卖案上的争议点 都是这个 之前的林芝祥也是这个 林芝祥在加拿大 还是哪里呢 拿了黑超 拿了黑超出去之后 还未付钱 也是用这个原因 说自己很担心有些东西 所以就忘了付钱 多数是这个原因 看看裁判官信不信 现在有CTV 就很容易看到你的行为举止 像不像是你口中所说的情况 至于是否重呢 是否因为他们医管局的高层 所以就轻判他们呢 事实上不是的 我在网友的回应也说了 其实每年香港这一类这样的案件 有超过一万宗 一万宗 超过一万宗 有时一万有时万五 有时近二万宗一年 所以差不多每天都有 在裁判法庭 是经常要审这些案 而且这些案不难审的 很快就要审得到 只是说今次是高度关注的押后 就变成了好像横跨很久 很多时候提堂那一刻已经搞定了 有时就不用上庭了 这类案件是很多的 如果是初犯的话 差不多100%是不用坐姦的 一定是罚款 或者其量判感化 至于是罚款还是感化 就要看看你的背景报告 这些医生 其实背景报告一定是良好的 所以一定是不用感化的 一定是罚款要事 五千元在案例来说 算是重的 大家记住 五千元是罚款 不是赔款 不是赔款 所以你不要以为 是不是越贵又罚得越重 是的 越贵是会罚得越重 但是又不是成比例的 即是不会说 你偷五元东西 就判你五百元 罚你五百元 那五千元东西 是不是五十万 不是的 这是罚款就是罚款 有一个上限 五千元算是高的 事实上 以前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 以前是高卖的 现在就叫店铺盗窃 为什么会改名 警方有些广告 店铺盗窃 都是刑事罪行 为什么会这样说 就是有一段很长的时间 人们不觉得高卖是刑事罪行 有些人会觉得高卖捉到 或者罚你一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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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了 很多时候警告你 就放了去 但是越来越严重的时候 就特别警告一些人 高卖就是店铺盗窃 盗窃是严重罪行 就是说的就是严重 但是事实上 这样的情况 不是爆隔 不是商人 不是抢劫 这样的情况 在初犯来说 一定是不用坐牢 而且 在2015年高等法院 有一宗案例 他审理一宗 又是类似的 小型店铺盗窃案 那个案情 差不多和这两个医生 差不多一样 但银码就没那么高 好像几百元而已 都一样 是买了一堆东西 有三件货物 就没有捉到 他买一只鸡 对了 那只鸡就捉了 有三件海鲜 就没有捉到 在袋里面 当时的法官 即是去到上诉庭 上诉庭就说 你罚那么重 不应该 不如也不用坐牢 虽然说罚得重 但是当时也不用坐牢 但是也上诉 上诉的时候 维持原判 维持原判的时候 上诉庭的法官就说 这些店铺盗窃 其实以某些人来说 在某些背景的人来说 如果是初犯的话 其实 将他告上法庭 就可能已经造成一个 很大的心理压力 而这个心理压力 可能是超出所应该受到的 惩罚的程度 明白什么意思吗 即是说 你告他已经是太大压力 引致其实应该是那个惩罚 对某些人来说 所以当时的上诉庭的法官 其实是陈广池 当时他是站委的高等法院 上诉庭法官 他就说 以后不如 即是指示 以后律政司 请你对这些初犯 背景良好的高卖案 你首先看看 要不需要把它放上庭 先看看 他有没有可能 用其他审讯意外的途径 去处理先 如果你把这些东西放上庭 可能会导致 其实不适合比例的刑罚 因为这种严重程度 你的审讯所造成的压力 已经是太重了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 就变成了律政司 尽量希望可以用守行为 作为另类的处理方式 守行为 但是守行为 不是你想守就守 首先你要先认罪 即是我认罪 我认罪是偷 然后接受守行为 这个安排 所以对于这两个医生来说 当时为什么要押后 押后希望寻求律政司 可以作出审讯以外的安排 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2015年的十九高等法院的上诉庭 曾经指引律政司 如果可以的话 尽量安排不用审讯 以后用其他方法去处理 为什么最后又不是呢? 两个医生最后又接受审讯 即是没有另类安排 为什么呢? 很简单 就是刚才说了 他不认罪 如果你要接受守行为的话 你就要接受 没错 我真的偷了 而且我是有意图去偷 不过我认错了 我没有下一次 我守行为 再有下一次才算 即是再重罚 所以呢 相信这里的医生是希望 不要留下污点 因为对医生来说 留下污点 就算守行为也有一天污点 他希望可以完全脱罪 尝试坑 即是拼一拼 拼一拼 拼到就拼 拼不到就像现在这样罚款 所以最后呢 在博弈之下 他是选择了 希望可以審讯之后 无罪 至于其实 我信不信他们是一时大意呢 即是这种情况真的很难说 例如 我自己以前很喜欢林子祥的 我很喜欢听他的歌 他因为偷眼镜而被抓 我的心很久 我宁愿相信是一个 心不在然的情况 我自己是觉得 你很难判 不过现在判断 现在有CTV 可能判断会比较准 我自己也有一次 同样 因为我自己在自爆 自爆 我 说得很长 再说下去 我自爆 我在小时候 也曾经有一个类似的经验 当时我和我爸爸 我爸爸去 大家应该知道 我住在乡村 乡村 在乡村 在乡村走大约15分钟 就去了一间 乡村式的酒楼 我和我爸爸喝茶 他一定会看四份报纸 他一定会看四份报纸 他坐下之后 叫我去买 我就会再走五分钟 去买报纸 我每次都很开心地去 我现在都不知道 为什么会开心 不知道为什么会开心 总之为什么会自己去买报纸 很开心 去到买了之后 我买了之后 四份报纸 拿回去 然后赚钱给我爸爸 然后说 咦 为什么你赚那么多 你买了 你买了 你买了一份报纸 只有四份报纸 有三份报纸 你没有付钱 那时候我真的吓得被那种侮辱 就是我偷的东西 但是我那时候 很简单 就立刻冲回去 立刻冲回去 给其余三份的钱 这个就是我其中一次 可能是唯一一次的盗窃 盗窃的经验 但是那次我真的不小心 当然 可能我不止一次 我后来自己发现就是一次 我有没有没有发现 我真的不知道 所以我其实 我认为 那次经验 令我真的觉得 咦 为什么我会忘了 给其余三份报纸的钱 我到现在都不明白 我明明 我每次都是买四份 每次给四份钱 但是 最后 那次我真的曾经试过 完全全有问心 在没有打算偷东西的情况之下 就只给了一份的钱 那如果我想偷 我就应该吞了三份的钱 最后我再给我爸爸 我爸爸发现之后 才把报纸档拿回去 所以我自己 在这个经验 令到我很多时候 都会相信 世界上真的有些人太太 太太太太太太 太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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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当然现在情况不不同 有CCTV 应该我认为